我就百度搜一下 什么专业 不用写书写 哈哈哈 新闻学 你们明白了吗? 然后我就说 哦明白了 到时就过了 然后我就 哈? 哈哈哈 交到哪里了 这个来到北京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去哪里啊 我都打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灰兔家 跟上司一样 我请了一个旧的嘉宾 他就是我常常提到的 祖涵 是我是旧的嘉宾哦 祖涵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嘉宾 嗨你好 我叫白红烟 那边来自老挝 为什么会来就是中传读书 高一的时候 我就来到了中国的南方的那边 南宁广西南宁 南宁广西南宁读高中 然后我上了那个高中 是华文学校的 华侨学校是有东南亚的学生 这样就是留学生 我就学中文 就好像跟中国学生一样 写那些课目 但是我们会比中国学生的 没那么的 怎么说 严重 严格 严格 对 我们的那些 汉语的课本 学校会自己弄出来 就定制的那种语言 我想自己独立来成长 因为中国比较发达嘛 所以我就觉得来到中国的话 可以学到很多 这样我就想着来来中国 而且我中文我也可以掌握 可以学习更多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着来到中国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广西呢 就是因为有 就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嘛 就是我们 学校跟广西这个学校 它是有交流的 就是一个人自己过来中国 每年老师就会统计说 谁想来中国 这样 就会我们朋友都一起来 来到了以后 你还要比试 还要考试一次 就是要测试你的 汉语水平怎么样 如果你汉语水平很好的话 他们会直接给你上高二 如果你汉语水平不太好的话 他们会考虑给你去 读再读一次高一 然后或者给你去读一元吧 你们来这边 那时候一年要多少学费 加起来联署社费的话 一万多 在这边考 你们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 也是考那种留学生券是吗 我们没有高考 没有像中国高考 我们只有毕业考 还有期末考 最重要的就是 HES 8K 汉语水平考试 比如中传它是要求五级 如果你五级不过 你没有五级的那个HES 8K证的话 他们也不收你 那哪一下就没有了 我们也是从小就在 就是我们的 就是中国的普通话 是我们的母语嘛 我们有在学习 所以它其实就是 不会说强制性 我们一定要考这个证 但我自己跟Joey是有考 我们考的都是五级 而且考的很高分 弹幕很壮的女人 那为什么当时就决定是中传 你有考虑别的学校 广州那边的外国语学校 或者火球大学那边 厦门那边的那些 然后他们会给奖学金 三屋那边的 有限定中 专业 就是理科那边的 因为我理科不太好 然后那天我就朋友都填了 我不知道我要填什么好 老师给你那个表 它有三个可以填三个学校 然后三个专业 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填什么好 我就百度搜一下 什么专业不用学书学 哈哈哈哈 新闻学这个字 它很突出我 很 我觉得 哦新闻也很好 我一个 我这个人平时也很八卦的 喜欢知道别人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他 上次 潮英也说他学新闻 是说他其实比较想到 八卦记者 大家对新闻学有什么误解 我本来是 报那个 北京师范大学 是报那个 国际教育的 然后就 啊什么东西 王狠嘛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照片 一直上传不上去 打电话去给老师 就是办公室 北京师范大学 我说 哦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是因为照片的演义 所以我传不上去 我真的想上你们的选校的 我就在那里一天 我就笑着笑 那好吧 我就新闻的这个就上来了 我就说 呃新闻学是怎么样的一个科目 在百度 就都是找百度 百度找我代言咯 哈哈哈 有看到中国传媒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中国传媒是怎么选校 这个选校很好诶 都是CCTV的记者 然后我就想 呃如果我去的话 我是不是要看到很多明星啊 这样我就这样想 但是就直接报名了 报名了 然后我就怕 中国传媒大学不要我 因为我没那么优秀 因为这个选校已经很有秀了 这样 到了七月份这样 一直都没有录取通知书 然后大概八月 八月十几号这样 呃传媒大学发录取通知书来 他们打电话来我就去拿 然后那个外国语也发过来 然后两个都发过来 然后我就很很高兴 但高兴的同时 你就已经忘记了 就是你很紧张说 我到底要写什么好 因为我是双子座 我不知道我写什么好 我们国家比较 呃 不在新闻这方面也不厉害 不发达 觉得写新闻的话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也有很多经验 可以帮到自己国家 好像很爱国的人 哈哈哈哈 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对 所以就选择了写新闻这样 哦 然后就选了新闻就 呵呵 哈哈哈哈 还有哥哥两个字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又选这个专业 哈哈 真的 你觉得哪一 就是哪一件事情 或哪一个学科 让你感觉就是 嘖 全部都受不了 为什么 真的 这个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新闻 不适合留学生学 哈哈哈 我平时上课 老师就 我一直很认真 听老师 认真到你发呆 你都不也不清楚 你是发呆 还是你是在认真 我就一直在听 老师 我就问自己 你听懂吗 我就完全听不懂 老师在讲什么 因为 我们班 中国先生比较多 留学生只有 4-5个人 所以 老师会比较强调 中国先生 而且老师就讲了一点 你们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 老师就过了 然后我就 讲到哪里了? 而且你知道我们学校 把新闻跟传播 两个专业是分开来的 但其他所有学校 基本都是新闻传播学类 然后以后再去分方向 他们最难过的一门课 就是传播学概论 他们每天要期末考 或期中考之前 他们要去图书馆 然后就跟我们这种 艺术学部的人不一样 艺术学你也要才华 你也有本事 我这个没本事的 你觉得自己有本事吗? 也没有本事 但就学习吧 但至少可能 那个理论类可以少读一些 但是好 确实 中传的好在于 很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专业 都不用学数学 而且也没有物理 只有理工学部的人 跟我们艺术学部中 有一个那个櫻露学院 因为他们有音响工程 他们还属于工科 要学什么那个光线 要学物理 大学物理跟高等数学 听你刚刚讲就感觉 你都在选北京的学校 是对北京有什么憧憬 我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 所以我要走得更远一点 人多的话 就你接触的人很多 所以因为在演技关系上 你会比较的那种有 有磨练 对 你真的来到这边之后感觉呢? 好像自己很笨 他们的那个北京方言很重 然后我只能听懂普通话 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说 叔叔不好意思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叫北方口音 有时候我会吞字 他会这样 对啊 南宁才刚刚开发那个地铁 只有大概两条三条线这样 所以就很比较 这个来到北京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地铁 我去哪里啊? 我都打车 因为口味不一样嘛 对 对 然后就我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好 然后就 就一直在叫那个外卖叫披萨啊 什么的这些啊 吃西餐啊 对 吃西餐什么的这些 宿舍什么东西都还没买进来 我就想 我现在去哪里了? 你来到这边一年了 你有没有最喜欢吃北京的什么菜? 我们国际啊 都是吃辣的 所以我们都是 点餐啊 西吃饭啊 在北京这里 都是要看辣的 看红色的 青色的 我们不知道 麻辣香锅 然后 水煮鱼 剁椒鱼头 水煮鱼 都是辣的 然后就 麻辣汤 你有想要再去什么城市旅游吗? 上海 上海那里 然后 还有一个地方 西安 冰南 对 然后 海南 这些 那我们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我们的真相 出国被看